为发扬中华书法国粹,普里镇每年都会办理学生组的书法竞赛,由当地政府与学校合作下,参加人数也逐年增加。 看着学童们专心地在纸上挥毫,不难看出学生们深厚的书法技能。 议员吴国昌表示,由于他本身担任县议会教育委员召集人,所以特别对于县内学童教育非常重视。 基盘一条的书法比赛,所有参赛的小朋友都非常用心来删除他们兵士所奋联、所学习的一所好的一个毛笔字,一个书法。 对着我们现在的孩子,除了客业,等说他们也真正的繁重,但是客业的这个活动,能够在音乐,在绘画、书法, 还是他们的种种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,这是我们家长,相当重视。 那不然我们的教育处,国昌也是我们冠议会教育相组的召集人。 对教育我们的爱一代,平时我们就真的注重他们这个扣外的这个活动。 所以今天来整个普理地区的国中校,来基盘的这场比赛。 也要来鼓励孩子,我们有空的时间,不要去沉迷玩家,还是不当的一个电动玩具等等。 那些中校,可以来鼓励自己,来走向非常正面的一个学习的环境。 所以除了会话,书法,音乐等等,都可以来发挥他们的所长。 在学校的积极发扬中华书法国催下,每年报名人数也不断增加,这也代表普里镇文艺气息也向上提升。 由于学书法是长时间来训练,所以基本的耐心训练也是很重要的。 看着这些学童在很小的年纪就能写出好的字来,大家看了也都非常羡慕。 为了练字,他从书法中念稳定系,就有稳定系跟定力,还有学习美的字的优美,从中学习定力,然后了解自己,也可以把心境下来,然后也可以抒发自己的休闲活动。 字要写了百分之百完,百分之百完美是很困难的,但是要从,要慢慢学习。 就是因为那个,小时候就是因为字都很潦草,妈妈就希望我那个去学书法,希望字体会变好看一点。 然后那个,然后就是因为第一次写的时候,然后就会,就喜欢上书法,因为觉得拿毛笔,跟拿一般的铅笔,就是毛笔比较有柔软度,比较好写,这样子就比较会,有点感觉滑滑的,小时候会觉得还蛮好玩的。 困难的地方,因为我现在还只有练那个OT而已,然后那个,我觉得那个每次我写不好的应该都是小凯,不然就是漏款,类似的。 但因为每次写小字的时候,我手都会抖,然后就会紧张。 那我们非常的鼓励,我们这边的家长,而且我非常的佩服我们普里的这个家长,在国语文方面,不管是这个作文啊,只要是国语文方面啦,那尤其是书法,这不是每一个县市,每一个乡镇,都能够做得像我们普里这么好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,最要归功的呢,应该算是我们的可爱的家长,他们的重视,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呢,从小就有这样子的熏陶,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呢,是非常的重要。 那这些孩子呢,真的是很有福气,能够生长在埔里这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。 此竞赛活动共分为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组,最后评审老师评选后,取前三名,并且颁发奖状及奖金。 学书法是具有身心灵上的训练,对学童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技能。 议员吴国昌也呼吁家长,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正当的课外活动,因为多学习一个技能,一生必能受惠。 写书法啊,基本上啊,那小孩子啊,从小你可以训练他稳定性,静下心来,做事情不一定要求快,你慢慢的。 那你说学别的东西可以述称,书法这个东西是要从小这个培养起来的。 那对他们以后一辈子可以说是受用无穷,写字,写字也写得比较漂亮。 那学书法的孩子呢,他的字体工整呢,他的这个画画,艺术方面的成就呢,一定也都比人家容易进入这个殿堂。 啊,未来,在管政府这边,我的议会,会继续来推动,就是说让我们的学生,让我们的小朋友,可以在做最好的这个, 啊,扩我,学习,啊,他们的专重这个学生,啊,来鼓励我们的孩子,因为人国非常正常,正向的发展,啊,导入正途的一个活动,这是我们家庭,学校,跟我们的管夫,社会,都共同,要来支持,跟关心的这个议题。 学习书法必须先从正确而且纯熟的驾驭毛笔开始,再加上功夫的累积,才能不受限制的无限发挥。 学习书法希望同学以移情养性的学习心态,轻松且愉悦地享受书法艺术的乐趣与真善美,进入书法奥妙精深的殿堂。 我们的学员也觉得说,咦,我们的遗词好多的书法家,然后利用这个机会,然后我们图书馆就,因为大家有,尤其有妈妈,还有妇女,还有小孩,来学了以后他觉得很有心得,他觉得说写完以后,不管是在心境方面,还文化方面,然后他在家庭方面,能够带动家庭整个的和谐,然后在写的当中, 无形中就写到他的兴趣,然后回到家的时候,会有那种感觉心境,然后我们的郑老师也很用心地来指导。 所以我们图书馆就一直以公所的特色,所以我们的公所就把这个项目列为我们的例行的工作,来培养我们乡内的许弯书法的一些的 护女还是都可以来增加这个技能,所以大家学得都很开心,然后在这个当中也彼此都有一种联系的感情在,所以办了这个活动,大家都觉得相当有意义。 书法是中华特有的艺术,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,更是具有陶冶心性的本质,对提升增加专注力及耐心大有帮助。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,不只陶冶心性性,并且能结识更多同好。 那自从我们图书馆办这五期以来,老师的精心指导,那同学的用心学习,所以从去年开始已经带领我们这些学习的学生,已经慢慢在写书法春年的当中,已经投入了应该是三分之一的力量。 那今年的话,我们老师更支持,就是说虽然公所没有上课,那为了这个活动,他也非常的支持。 所以希望说,没有办的这段时间,让学员能够学习书法,在春年的当中,如何更流畅。 所以今年应该会投入更大的力量,那学生也觉得很期待,能够把自己写的字,能够贴在大家的那种门脸上,应该相当有的成就。 所以未来大家会更有信心,大家会更有兴趣来学习。 文化跟艺术整个在结合,能够带动我们乡内的整个一个文化的当中,让大家能够体会说,除了工作之外,学习技能之外,然后能够结合在当中。 然后相信这样子对整个家庭应该更和乐,更幸福,美满。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,流传下数以千计的文化遗迹。 历代流传下来的书法,既是我们民族遗产,又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。 书法是最纯粹的生活艺术,只要有笔墨,任何人都可以学习, 而且能够陶冶性情,为生活增添乐趣。 那我也是从比较基本的,像从历书、楷书,还有这一期的新书, 许去渐渐地给学生大概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学习的计划。 那也非常感谢同学,学生都非常的用心。 有时候他们写出来的字,我就非常的感动。 因为没有经过非常用心的去努力,去学习,没有这么好的成果。 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写出来的某一些作品。 虽然说写没有很久,但是它的可看性,口售性,发展性是非常大的。 那最主要是要给同学带一个比较主要的观念,就是说快乐的学习。 你写书法要非常非常的快乐,写的字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, 那你才可以持久。 那接下来你才可以,比如说在你自己的艺术的提升, 各方面才有办法做得更远。 书法可以说是一项最平民化的生活艺术。 在家里,只要简单地准备文房四保,就能够练习。 学习书法能够培养体会悠闲的心情,训练耐心,专注力等。 多利用工作之余,学习一项良好的兴趣,相信一生都能够受用。 为什么要学书法?书法是中国一种艺术美学。 然后我们也想把它传承。 然后我们如果说将来我们写的一首好字, 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文笔, 我们的字可以去跟很多人结这个缘这样子, 然后也可以发扬我们这个书法的美学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美学。 当然希望大家都来学。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, 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更美化。 透过艺术的宣讨, 还有老师常常会给我们一些分享, 一些这个跟书法, 还有因为古代人都是写书法的人都是很有修养的人。 那包括书法也可以写一些优美的文字啊, 或者是经书啊, 很多都是在写经文啊。 那这个可以让这个佛法伸直每一个人的心, 让我们无形之中都会受到这个心灵的进化。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智慧这样子。 所以每次写书法, 然后也可以播一个音乐。 那那是我想那个是最幸福的时刻,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我们很忙碌的生活当中, 我们可以静下来, 然后透过写书法, 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美学, 这种非常美的心灵饗宴当中。 数千年来, 他以别具一格的汉文字结构, 形体及线条的笔画运行, 组合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样式, 并由此生发出千姿百态的书体风范。 书法具有身心灵的训练能力, 期许民众能去学习书法技能, 让艺术陶冶心灵。 相信未来我们在宣导上, 希望乡民有兴趣的话, 我们不再限制说年龄, 不管是哪一种年龄情, 我们都很欢迎他来学习。 那如果说未来大家不知道这个讯息的话, 随时可以到我们图书馆的网站, 来了解公告的期限跟学习。 书法是中华固有的艺术, 期许民众踊跃来学习书法, 不但可以传承我们老祖宗的美好文化, 进而也能够增加艺术素养, 培养好良好的气质, 藉由艺术的欣赏, 进而也带动地方的书画美学。 民意新闻黄玉怀、许家珍, 专题采访报道。